本分局在9月17号接获报 在松江路一带有口角及打架争执的情势 顾提及派遣线上巡逻简易道场处理 道场之后发现是外送员及住户保全有口角争执 那经了解是这个外送员在过程中有持辣椒枪朝这个保全来做射击 造成保全的太阳穴及额头有轻微的擦措伤 本分局立即成立抓烟小组全力追气 于当晚在外送员的住处查获盗案 现场起出辣椒弹枪等证务 全案依伤害罪嫌等盘送台湾台北地检主侦办在案